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造反不成 这事东窗释放 结果朝廷上下被牵连的人打到上千人 上千人被牵连 这里头肯定有冤枉 有确实是参与谋反的 但有确实没参与谋反 被这事给卷进来 所以当时汉明的刘庄让御史韩朗来处理这个事 韩朗在审两位谋反的人的时候 这两位一口咬定 说当朝有四位大臣 都是侯爵 说这四位侯爷参与谋反了 这韩朗审了一段时间之后 汉明的刘庄就催他 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上 这韩朗就说了 说这两个反贼 一口咬定 那四位侯爷都参与谋反了 这汉明的刘庄一听气坏了 说这四位我多年来一直信任他们 待他们不搏 他怎么能干这事呢 把他抓起来 都杀头 韩朗一看赶紧劝他 说皇上不行不行不行 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拖着没给您汇报呢 就是我想等着这事 看看有没有旁证 因为这两个人一口咬定 这也是一面之词 我想等一等有没有其他的人证无证 来证明这四个人确实参与谋反 但是我等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别的证据 很可能这四个人就被冤枉了 所以我建议皇上您别动手 汉明的刘庄啊 非常痛恨造反这事 因为这造反起来 他老命不保了 所以听这什么样 我让你审这些人 你最后审不出结果来 还让我把这有嫌疑的人都给放了 你什么意思 来 把他给我推出去 就要杀韩朗 韩朗也没慌 而是高声劝皇上 你不能这样 他怎么劝呢 他说皇上你想想 你让下边的人已经审这些案了 大伙都知道你恨着造反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枉死了审 把这没有罪的当成有罪的 把轻罪的判成重罪的 为什么 取悦皇上你啊 生怕这事处理的不狠 皇上你再会怪罪到他头上 所以每个人都枉死了呢 你琢磨琢磨 这都有多少冤家 你这么下去 千连上千人再往上更多 你朝鲁无人做官了都啊 人人自危啊 你这行政秩序怎么维持啊 那么大伙心里都哆嗦吗 汉明的刘庄亦是冲动 但他不是糊涂人 听韩朗这么一说 可也是 那行行行行 让韩朗回来脸一商量 就这四位侯爷的事就不追究了 这是什么思路呢 其实就是一罪从无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你怎么给人定罪啊 而且一旦要定错了 杀错好人 这个恶劣影响太大了 很多人都对这个司法体系没信心了 还怕了 跑了 那你原来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无从为止了 所以你看 中国从东汉时期开始 就有这样一罪从无的思想 那我们今天的法治中国 更应该把一罪从无 作为一个原则 贯彻到我们的司法体系当中 能够最大限度的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这老梁同事这么一个小段 您要想听全本的 欢迎您关注音频版的老梁同事 感谢观看